你好 歡迎收看10月25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為了提升救護能量也鼓勵民眾和團體 可以參與協助花蓮推廣防救災工作 25號上午花蓮縣府大理堂 舉辦為期兩天第二梯次防災事培訓 將近50位學員參與期待防災事養存 可以引領社區民眾一起來做好災前整備工作 還有緊急應變協助 花蓮縣110年第一梯次防災事培訓 日前在鳳林鎮慈濟禁師堂辦理 25日上午在華蓮縣府大理堂 則舉行第二梯次防災事培訓 近50位的學員兩天的課程 從認識台灣的天然災害到防災事的植物認識 基本急救訓練 這次也邀請社會處處長陳家富 在課程第二天聚焦關於社區避難受容所的開設 和注意事項做說明 今年我們消防局在8月中的時候 有辦了第一次的 第二屆第一次的防災事的課程 這是這一次是第二次 而這一次是針對我們的避難所的工作 任務的執掌 來做跟大家做一個很像的協調溝通 然後另外也我想很多的業務也必須要落實 落實去討論 因為花蓮第一個 我們從107年的02、06到現在有多次的 無論是參數颱風或者是我們的野灰颱風 這些的經驗我想很多都可以用食物來做分享 讓大家更了解要怎麼確實去執行還有很像的溝通 華蓮縣消防局長林文瑞表示 防災事是社區與工部門之間的橋樑 平時引領民眾做好災情整備 災害發生則進行初期緊急應變 過來縣府也將持續在具有多重災害的村裡 推動自主防災社區 希望可以讓所有鄉親安居樂業 接著蔣邦宴華蓮師報導